你干什么呀 好了 你最好给我说清楚 说说这是什么 还给我装糊涂呢是不是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什么到底怎么回事 你今天发什么神经啊 好你不说是吧 行那我就挑明了 你肚子这块疤怎么回事 我肚子这块疤 那那是 行了那是什么那是 你别给我解释 你个骗子 结婚之前你是怎么说的 说你没谈过脸 我没想到你竟然是我孩子 我没说谎那是真的 还在骗我 我真是家门不幸啊 新婚姻 我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没想到我能娶一个 你这样的媳妇 强子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我刚才都说了那是误会 误会什么呀误会 别说了 咱们两个离婚 什么 离婚 强子 难道你就一点不信任我吗 这事实都摆在眼前了 你还让我怎么信任你啊 强子 难道咱们俩之间就一点信任都没有吗 你就这么怀疑我 你要是不相信我 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我结婚之前 我要知道你肚子上有块疤 我根本就不会跟你结婚 这事要传出去 我得有多丢人啊 说来说去 你还是不相信我是不是 你结婚之前怎么向我保证的 说会相信我 现在呢 好 那我现在反悔了行吗 咱们离婚 咱们以后谁也不认识 我也没有举过你这样的媳妇 行 这梨话是你说的 你可别后悔 我永远都不会后悔 过滚 我走 真是气死我了 妈 闺女 这是怎么啦 你说说你 昨天高级的会 怎么 今天还要哭上呢 妈 我要跟你娘的离婚 我不给她过了 怎么了 是不是乔子 她欺负你了 跟妈说 妈现在就去找她 闺女 你倒是说话呀 你还急死妈呀 乔子说 她要和我离婚 就因为 就因为说我肚子上也快疤 还说 还说我是生过孩子的 那你没有跟她解释呀 我也想解释 可是 她根本就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她一点也不信任我 妈 我也要和她离婚 什么 这墙子 没结婚的时候 这多好的一个孩子 现在 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不行 闺女 你别哭 妈呀 现在就得你去找她 不去 不行 妈呀 就你这一个宝贝闺女 我不能让你受半脸委屈 走 咱们现在就去找她 妈 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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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来 谁呀 你怎么又回来了 强子 你给我说清楚 这男人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不想过了 我闺女 哪天对不起你呢 你今天啊 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这来用我说吗 你们都不想丢人 强子 你这怎么说话的 我闺女 她怎么了 你这么说的 你也别想我说啊 男宁 怎么了 你自己心里清楚 他骗我 我花了那么多的彩礼 娶一个媳妇 我没想到 娶活在今日 见了个媳妇 强子 你今天 发话给我说清楚 如果 你跟我说清楚的话 我跟你没玩 他到回去 没跟你说 我闺女 又没做算什么事 他说什么呀 行 你闺女做的都是对的 没想到 我娶一个媳妇 就是二手货 强子 你说什么 我说 我娶了一个二手货 他以前生过孩子 强子 你就是个混蛋 我是混蛋 妈 您这么大年龄了 那您跟我说清楚 他肚子上的疤 到底怎么回事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 我闺女 那快疤呀 是梁卫妍做手术的 梁卫妍 你骗小孩呢 做梁卫妍手术的疤 能有那么大的口啊 那是他的皮肤不好 发言了 才说下那么大的疤 行了 你是他妈 你就是跟他一伙子 一块钱向我 说什么我也不相信了 李贵 行 你不相信是吧 今天 我就让你看清楚 自己看 这 这还真是 难为延手术 这下 你相信了吗 妈 对不起啊 刚刚我说话 有点太冲动了 可是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我早告诉你 你给我解释的机会了吗 没想到 我们都认识那么久了 都结婚了 你还不相信我 桃桃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啊 别生气了 桃桃 别再任性了 你看啊 现在强子 她也知道错了 你就再给她一次机会吧 强子 不是妈说你 你呀 做什么事 以后呀 千万不要那么冲动 你们两个呀 不是太恋爱的时候了 现在呀 都已经结婚了 有什么事呀 要商量着来 妈 我知道了 刚才我说话对你态度不好 对不起 只是那时候 我是一直太冲动了 我看到那个 刀疤 没想那么多 强子 妈也知道 你是个好孩子 以后呀 做事呀 不要那么冲动 要商量着来 舒适之间啊 要互相信任 涛涛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我不该不信任你 你放心吧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涛涛 你就原谅强子吧 现在呀 事情也都说开了 这以后啊 你们两个 一定要好好过日子 那 既然现在没事了 我呀 我呀 要该走了 妈 别走了 今天 在我家吃饭吧 都是因为我 害了你还跑一趟 我请你吃个饭 就当是我对你道歉了 强子 你的心意呀 妈知道 妈呀 今天就不在这吃饭了 妈 你就留下吧 吃顿饭 是啊 妈 你要是不在这吃饭 我就会觉得 你没有原谅我 那好 今天啊 妈就在这吃饭 行吧 三出去吃饭去 我请客 走吧 我来不在这吃饭 我来不在这吃饭 我来不在这吃饭